今天九点半就来了投票站了 在湾仔 然后在湾仔很昌顺 然后这个场地呢 里面呢有差不多五六十个小座子 那五六十个小座子后面 每个小座子后面都有两个工作人员 然后你就被安排到这个小座子前面坐着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然后他就会给你票 我呢特别是诸试的这个省市的这个票 到底有没有破损 因为这个票如果一破损的话呢 无论你怎么投它都是无效的 本来呢就以前呢 直接你就把这个票投到票箱里面就可以了 那这一次特区政府特别改良了 特别有一个小房间 它有一个小电脑 小电脑旁边呢有一个扫描机 你就把这个四十个人的这个选委的这张票啊 反面的放在下面 放在这个扫描机上面 然后扫描机一扫过去 就会在这个电脑里面呢告诉你 这个票是是不是有效票 如果有效 他就说有效 你就可以按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票放回这个信封 拿出去 再放进这个票箱里面 那这个程序就很好的 因为以前没有这么要投四十人的票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需要 因为现在很多人要投这个四十人 比如说他忘了投这个四个人 投少了一个 投多了一个 或者他填的时候呢 填出了这个他的这个范围 这个票就废票了 因为这个选委会界别只有1448人能投 所以少一张都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就所以就确保这个四十个人的这个选委的票 是都每一张都是有效票 所以特区政府特别安排了这个扫描的过程 让我们保障这个票市不是废票 是有效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可以值得加许的